《少年的最后旅行》这个名字 来自我写的一首同名长诗 它代表着一段流经岁月的结束 当然 除了告别青春的美丽与哀愁之外 我们也从这张作品 开始重新学习做一个独立乐团 今年年初 我就开始思索十周年该做些什么 毕竟这张作品 已经绝版已久 而且不论是对我们 或是对许多从早期 便支持我们的乐迷而言 都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但若要重新发行 这整个计划又比临相当复杂 就这样犹豫不决间 某天金诀半年又要过去 我心想 又错过了今年 这件事可能就永远不会做了 于是尽管没有想得很清楚 还是决定先做点什么再说 就从木袋重置开始 直到现在 我还忘不了那个超现实的感觉 我们就这样预约了时间 到了伦敦 穿越那全世界最知名的斑马线 走进Abbura Studios的大门 现在回想 与其说 我带着这些歌 去到那里 比如说 是那青春的记忆 随着命运之轮 默默地引领我 十年间 很多事都不一样 西皮潘灌文离开 影军成为我们的伙伴 但同样一首 《少年的最后旅行》里的歌 不论是唱片版本 还是现场版本 它都代表着同一个echo 同一个灵魂 那些共同的记忆 与月明的情感 不论再过多少个十年 都不会改变 你好 欢迎收看影响世界 我是黄慧玲 台湾非常重要的 独立创作乐团回声 闪电宣布将会重新发行 少年的最后旅行 十周年版 而且预告 二零一六年起 要暂停所有的活动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四位团员 在暂别之前 分享他们的心情 大家好 何琳好 你好 我是回声乐团的主唱博昌 我是背手小秋 我是鼓手春佑 吉他手云君 好 我刚刚其实在录影之前 非常调皮的问你们 你们最近有没有接到很多的客宿 因为我知道 其实回声陪伴我们很久 然后我们就一个乐迷的角度来说 一个我们很喜欢的团 然后陪伴我们这么久 说要暂别就要暂别 当然大家心里面都会很舍不住 所以我想说还是先请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要暂别呢 是的确有接到一些客宿的那个 信息在网路上 舍不得啊 怎么可以这样 对 那不过也有蛮多客宿的结尾 是说也祝福我们 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赶快回来 为什么要暂别 还是希望能够休息一下 对因为十多年 我们成团其实很久很久了 我们一直都不想把精确的数字说出来 因为好像显得我们很老 其实大学就组团 但其实我们大学就组团了 对那十多年来 即便中间我们曾经有出国 留学等等 但其实都没有终断过演出 对 那特别是这几年 近十年来吧 对表演其实非常非常多 对 那表演完可能每年都几十场 然后在几十场演出的中间 又要做新的唱片 是 那有一点累 这个理由我还是不能接受 就是我也会累 我相信很多人也都会累 为什么会累到要休息呢 可不可以再多说一些 就是内心里面 是很想要再重新回去 寻找创作的灵感吗 或者是 我觉得创作的确是最重要的 一个部分 对 就是会做这个决定 因为的确很多的工作 所有的工作 对 都是累 都是会累 我们的工作除了演出 除了身体上的劳动 然后我们要跟歌迷的互动 然后表演之外 其实很大部分是希望能够一直创造出 不论是我们自己 或者是对乐迷来说 都是很棒的一面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难用 用挤压自己的 对 然后力也好 或者是强迫自己去写也好 能够做得出来 对 那个时候 那些东西需要一些空间跟时间的层面 好啦 我刚刚其实一直说你们累了 说你们不应该休息 是开玩笑的 这样我知道 因为我创作 因为你刚刚讲的我觉得有点愧疚 创作其实就是这样 你真的需要时间 你需要灵感 它不是一年一张专辑 这样子规定下去 就会做出令人应大家满意的专辑 其他的团员可不可以谈一谈心情是什么 刚开始会这样决定的时候 那其实自己也有偷偷掉过眼泪过 但是就是在宣布的时候 但是宣布完之后 就觉得还蛮期待 明年一年 就是我们可以专心创作 然后我们也可以 虽然是没有表演 然后但是我们自己心中 也有一些计划要去实行 然后也会很期待再回来的时候 就是会不一样的 刚刚小秋说 所以小秋不知道春佑掉了几滴眼泪 因为我在家掉眼泪 我们应该都不知道了 不过像 就是发布这个休息的过程 我们其实有一起讨论 其实在讨论的时候是蛮低气压的 你知道吗 但是讨论之后就觉得 像其实对于我们最近跟之前累积的作品 其实会有更好的 更充足的时间去做消化跟编曲 其实我们都会累积一些音乐 但是如果是仓促的为了发行的发新 可能就 就比如说明年3月份要发 所以现在就开始讨论所有事情 还不如是我们静下来 好好的消化他们重新整理 那我们后来团团觉得 这样其实好像休息是为了做更长的路 这样我们就不错这样 虽然BT Allergy 7个小时 但是后面就会好一些这样 你觉得最近有好一些吗 宣布在这 我还记得那时候讨论完博昌超坏的 他就马上放那个短片 然后看完就觉得那个 本来都还蛮冷静的 是看待这件事情 就突然就有一种 那种感觉就想来 对啊 但我觉得就是 就像不常讲的嘛 创作你其实需要 把它自己切换成 一个创作者的角色 那我们已经 就是当非常多年表演者 有时候也是想要沉淀一下 投入创作的 那不是乱时间 所以这样当面对我来说 有一种很特别的情怀 你所谓惨欲少年的尾巴了 可能过了这段时间 你就已经长大了 你就已经不会像是 年轻人那么容易在感情上面 有所激动或有所破灭 对 但这个是我们留下的最后一段 那样的故事 而且我们把它做成了 我自己到现在都觉得是很棒的音乐 但是在你们暂别之前 这件事情真的很感动 少年的最后旅行 然后博昌把它带去了 我们刚刚看到 Aberio Studios去重制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先回顾一下这张专辑好了 它是2004年的最后一天发行 对 但它实际出版是2005年 所以今年是10周年 对 它算是我们乐团第一次 真正的独立制作 然后独立的发行 一直到后面的甚至宣传 都是乐团自己一个人自己弄 可是当时候这些独立乐团的环境 其实跟现在是不太一样的 对 我们现在说到独立乐团 其实已经不再像当年 好像就是很地下 很地下 然后资源很少这样子 可是当年的确是 对 那我们也 我们几个也就是 在水晶唱片发过一张的 学生乐团 对 然后我们后来毕业了 那水晶也倒了 对 所以我们 当我们要做下一个作品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很茫然 因为我们音乐做完之后 我们要干嘛 对 我们其实不知道要干嘛 也不知道找谁可以帮 对 这十年前的环境 真的跟现在差非常地多 那个时候的确有一些 有一些遗憾 对 觉得自己没有做到的 那今年正好是十周年 所以希望能够趁着这个机会 对 重新发行 然后让这个世代的 可能年轻人 是 或者是当初就开始 听我们音乐的朋友 都能够重新回味这张唱片 这张唱片里面的十首歌 都是情歌 那其实这一首 这个专辑的名称 就是博昌的 写了一首诗的 是 的标题 对 去到英国的这趟名称 其实感觉很魔幻 我觉得团员们应该也都很记录 好想要去 这张唱片 它是 它里面写Love Song Collection 它有一个很小的编号 对 我们离开学校之后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刚才那一段时间 我们所有的团员 集体的就是 都有一些情感上面的 对 伤痕或者 失恋 但我觉得正好是那个年纪 很容易就会有这件事情 你可能很快的有一些 有一些恋爱上的喜悦 又很快的有一些 恋爱上的 破灭之类的 所以在那段时间 很多很敏感的情感 那也把它做成很多很棒的歌 所以后来我们就希望说 把它solo在这张唱片 所以这张唱片对我来说 有一种很特别的情怀 就是它所代表的是那种 你所谓惨绿少年的尾巴了 可能过了这段时间 你就已经长大了 你就已经不会像是 年轻人那么容易在感情上面 有所激动或有所破灭 对 但这个是我们留下的最后一段 那样的故事 而且我们把它做成了 我自己到现在都觉得 是很棒的音乐 你现在就算在谈恋爱 也不可能再去经历 二十几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谈恋爱的心情 一定差很多 你现在也没有办法再回去写 那个时候那样子的情诗 我觉得到这个年纪可能 可能像的极致可能像李宗盛大哥 那一种情歌 就是人生的一些感情 但少年的仇有少年仇之美 对 那个是我觉得很棒的东西 那所以那首诗本身 它也是一个很抽象很意识流的诗 但它多多少少是跟 从十几岁我少年时期 真的少年时期开始追逐的一些东西 梦想也好 然后一些想要推翻的体制也好 对想要改变的东西也好 那到了二十多岁 然后经历过很多情感上面的 然后跟朋友一起努力上面的 然后乐团发行了一张唱片之后 那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可能又有很多的不同 对 他没有一个既定说在讲什么 但他讲的是这十几年来的故事 这一次会去伦敦 也是希望说能够把这样的一种感觉 化成实际的一趟旅程 因为毕竟AVRO跟伦敦 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甚至爱团可能都在那边重制过 对我自己来讲 就是我小时候会开始听搖滚乐就是因为英国 然后就是因为读者 我高中的时候 我那时候是建中一年一班的文艺故障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老师就是有发函 就是希望同学要不要报名去英国游学 真假 一个暑假这样 然后我们班同学不知道为什么就都没兴趣 其实我也没什么兴趣 我后来就交了个白卷说 老师不好意思我们班没有人要参加 见中文学生真的很酷 那老师就说那不然你去好了 然后后来我就觉得也OK啊我就去了 但我是在那里听到The Beatles 那时候那里的老师们就是用一种文化殖民的方式 是是是 但我很感谢他 我先用摇滚乐 他其实教给我们的东西我觉得很不一样 就是你以为你去学英文 但他教你英文的内容是英国的次文化 而英国的次文化 他所有的时期都是跟不同音乐有关的 对 从Rockbilly 然后到西匹 然后Mass那些音乐的Who啊 那个什么Blur啊 对这些 都是后期吧 然后到Beatles那段时间 他教我们Lano的一些诗 一些词 所以回来之后我就开始听Beatles 好棒哦 那个暑假真的是人生的转捩点 是 嗯 算是一个不归路的开始 对对对 不归路的起点 对对 我觉得我们是为了 我们是因为乐迷而存在的 我觉得每一个摇滚乐团 都是因为喜欢你音乐的人存在 对 所以 不要难过 然后也不要为我们担心 就是 所以 只要你们在我们会回来 对 我觉得其实对于乐迷来说 可以看现场演唱是一件 真的太享受的事情 所以我想要请大家分享一下 我记得我自己人生里面看过演唱会 那有很多很难以忘怀的瞬间 我想要请大家稍微说一下 在你们这个生涯当中 现场演唱的生涯当中 最难以忘怀的moment是什么时候 我们去年的时候回 我们的大学 清华大学 在大礼堂 然后办了一场演唱会 然后 因为离开学校等于是 也是十多年了 对 然后所以当 有一首歌叫感官驾驭 那时候我们是 那首歌是在清大的时期 创作的 然后当博商唱开头的时候 他就突然停了下来 然后就全场就开始接着帮他唱 然后就变成一个全场清唱的歌 然后在那个时刻我就 很多情绪涌上来 因为想到说 我们大学时代 我也曾经站在这个舞台上 对 然后那时候台下可能是自己社团的同学 然后现在又回来同样一个地方了 然后台下是满满从台湾各地来的歌迷 对 然后另一个时刻是让我觉得 很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嗯 很感动的时刻 春佑讲在清大演出 嗯 我知道这里面有一个人不是清大的 比较大的 得必来 来喝酒的 你是怎么加入这个乐团的呢 呃 其实只是春佑一通电话 就打给我 春佑邀请你 然后问我说 我们缺吉他的时候 我们要不要过来 可以翻墙来参加这样 对 然后大概 那时候 犹豫了几秒 一秒钟就说 好啊 那其实来了 随便 而且我们有应该是心跳 然后就忽不住就说 耶 然后 是这样吗 然后来 还记得第一次就是 跟博昌 算是interview 对 对 interview 对 那时候就突然感觉压力来了 因为他就 丢给我 就是 Echo的歌曲 然后就说 那没有问题 我们过完年就开始练团啊 你就把这些歌练完 对 那其实这也跟我 就是 印象很深刻的表演有关系 因为 2011年那一年 就是四月多 是我们第一次去Legas 然后办表演 然后 那时候其实压力蛮大 因为我 大概要在一个月内 练完 三十二十几首歌 哇 对 然后所以那时候我本来 都是祝星族 就在博昌家住了一个月 然后每天 为什么要在他家住一个月 博昌监督你这样 好啦 因为我们练团都在台北 对 练团都在台北 所以就每天早上起来 就开始练歌啊 然后可能下午开始练团 就这样过了 有点像修行修的一个月 那时候学校不用上课 呃 因为我是研究所啊 课都已经修完了 而且那时候就觉得 全心就是把这一场 谈好就对了 对啊 所以这一场 也是印象很深刻 就是当结束的时候 你就觉得 哦 好像毕业了 是不是 也不是毕业啊 就是好像完成一件 很重要的任务 对 小秋你其实当中 最印象的 其实除了人数很多的 大表演之外 那当然一上台就会有 一个感动的气力 一个感动 那 我要说说 有一场非常温馨的表演 在文山的一个活动中心 嗯 我们办了一场对谈 然后我们制作人秀小师 在的一场小表演 嗯 然后他是 你是说 处理空气的发表 是视听会 对对对 视听会 公民会馆 文山区公民会馆 公民会馆 然后他很温馨 然后大家上网路报名 嗯 然后来的人都是 就是除了歌迷以外 还有好朋友这样 嗯 甚至还有海外的歌迷 嗯 我们有澳洲来的 澳洲的歌迷 的一个澳洲歌迷 他完全不会讲中文 哇 也看不懂中文 但是他就是 专程为了你们来 对 他专程为了我们来 然后他 甚至当年还没有什么 在用Facebook在台湾 他就开了一个Facebook的社团 然后里面全部都是 喜欢听我们的外国人 帮你们组了一个粉丝团 对 哇 然后那场表演 其实非常温馨 而且主要除了表演之外 还有一起看我们 刚做好的Facebook 然后听我们 在发表前的专辑 然后跟大家聊天 发问 对 其实那场蛮好玩的 因为休息老师也有 讲一些我们录音的一些 就是过程的 有趣的事情 嗯 然后那一场表演 也有记录成一首歌叫做 默契在我们向前走 嗯 算是一个现场的MV这样 嗯 那其实还蛮有趣的 我到现在还觉得那一场 好温馨好舒服这样 嗯 就是很疼惜Echo的乐迷 都会觉得 哦 一方面觉得好可惜 一方面当然也是很期待 就是期待你们战别之后 回来会带来什么新的作品 我知道Echo要开一系列的演唱会 嗯 跟大家好好的战别这样 嗯 假想一下如果现在 乐迷在你们面前 就战别的时候 你们会想要跟他们说什么 我觉得我们是为了 我们是因为乐迷而存在 嗯 我觉得每一个摇滚乐团 都是因为喜欢你音乐的人存在 嗯 对 所以 不要难过 然后也不要为我们担心 嗯 其实只要你们在我们会回来 我当这个冲击力太强了 春艳要回去哭一下 我觉得因为我们 有些歌迷真的是从 很久以前就开始 一直追随跟着我们一起 从我们18岁的时候 他们也18岁 然后他们有些当爸爸妈妈 然后那时候带着小孩 来看我们表演 现在小孩也去学打鼓了 哇 对 所以这个 所以看到他们 我觉得 不管老歌迷新歌迷 其实我都会跟他们说 其实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在 很努力的生活着 然后也是大家都朝着 自己的梦想前进 那我觉得一路上就是会 我觉得有起有福 然后也遇到了很多困难 又开心的时刻 然后很高兴你们一直陪伴着我们 然后这段休息的时间 我觉得就请你们等我们回来 好好期待我们 对 然后我们也希望下次再看到你们 你们也是继续往梦想前进 小秋呢 想跟歌迷说什么 其实比较只像我们发生 少年最后离行这张 2004的 2004的时候 现在 那个时候没有Facebook 没有YouTube 没有LINE 都没有嘛 那相对于现在 大家有社群网路 Facebook 其实即便是我们 在舞台上站边 其实我们还是会天天碰面 其实在Facebook上面 或者是在演唱会的场合 我们其实也是革命 也是观众 所以其实也会在各个音乐季 如果稍微看 应该我们会出现在那边 那跟我们打个招呼啊 什么其实 可以嘛 当然可以 可以打招呼 然后要求签名合照之类的 当然可以 这个没有站别 小秋现在在连载 她小女儿的 刚诞生的小女儿的故事 大家追踪她 对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会在 社群网路分享自己的生活 其实也因为这样 所以其实 并没有离太远 是是是 我们还是在大家的生活里面 除非你取消追踪我 哈哈哈哈 就禁止掉 对 否则其实还是就是 connect在一起的 对 隐君呢 我觉得我们跟歌迷之间 除了是表演者的角色 其实中间也是因为音乐 对 让我们的关系才会靠得那么紧 对 对 对 那 暂别其实 用乐观一点的方式去想 其实我们就等于用更多的时间去 创作音乐 对 那当然就是 对 之后再相遇的时刻 可能是我们会拿出新作品 然后跟大家再碰面 嗯 嗯 常常也是想说小别胜心坏 哈哈哈哈 对啊 也许就是 当某一天在相遇的时候 是 对 那种 感觉可能会更强烈 嗯 对啊 等我们下次再相遇的时候 彼此都会变得更强了 嗯 然后我们再暂别这段时间 就把Echo之前的作品 拿出来再重为一次好了 今天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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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